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最后 另一名年轻男子从远处跑了过来 试图拨开执法人员 但也很快被执法人员暗倒在地 接着 一名带白色钢盔的制服男拿出手铐 从后面将年轻男子铐上 在站起时 还用右脚踹了他一下 时隔不到两秒 另一名头戴绿色钢盔的执法人员也紧随其后 飞起一脚再次踢向年轻男子 而他准备继续再踢一脚时 对面另一名执法人员把他推开 这第二脚才落空 之后 这名头戴绿色钢盔的执法人员还试图阻止现场围观街坊拍摄 结果 引来围观者的质疑之声 现场当时共有八名执法人员 视频最后显示 这一老一少两名男子衣衫部长躺在地上深夜 但不久就被警方带走 目击者称 被打的老汉和年轻人是父子 老汉请求交警将罚扣的三轮车还给他 见锁车无望 就推着车响离开 结果被阻拦 并被扣上手铐并殴打 而看到自己的老父亲被打 年轻儿子立刻冲了回来 但也迅速被暗打殴打 后来围观街坊实在看不下去 指责警察 警察才挺少 昨天下午 附上现场视频的微博被疯狂转载 不少网友愤怒不已 而昨晚 珠海警方就表示 珠海市公安局已经连夜对事件展开了调查 经核实 相关民警和辅警执法时 确有脚踢当事人的粗暴行为 目前 脚踢当事人的民警和辅警已被停职 接受调查处理 这职务是停了 而我们更希望看到的是粗暴执法的事件 也从此停止 谁都愿意看到社会和谐的吗 咱们有事 还得招警察呢 都在地陷推闹下 梦